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祈求的时候是不是祈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们消除业障 是啊 实际上冬至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了 明白吗 人家说冬至补身体了 养瘦了 养长寿了 什么都有的 明白吗 哦 好的 那个这个是烧的时候我们求菩萨保佑我们消除业障了 然后 对 那么我们念的时候念功课里面的往生咒 祈求应该怎么讲呢 祈求往生咒也是的呀 消除自己业障呀 明白了吗 也是可以这样讲了 实际上冬至一个属于冬至一阳升啊 天地阳气回升啊 冬至一过 阳气就开始回升了 听不懂啊 所以 过去人家说冬至相当于过大年了 一样的 嗯 感恩师父 明白了 冬至一过 开始回春了 明白了吗 哦 冬至一过 开始回春了 啊 他就是这样讲的啊 嗯 嗯 那就过了一个大年了 啊 其实是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 达到一年的最南端啊 实际上就是太阳几乎直射到南回归线 也就是说 太阳阳光对北半球呢 最未倾斜 完全是倾斜过来的啊 这个全部都按照中国古时候讲 这是节气点 自然的节气点 明白了吗 嗯 感恩师父 嗯 知道 知道 明白了 嗯 谢谢你 呃 师父啊 如果我们没有佛台的话 不能烧之修经文 在这个期间 那么我们可以每天念三波的晚生座吗 可以啊 嗯 可以啊 会不会激活业障 晚生座不会的 前几次那个节目里面 同修说做梦的时候 菩萨又给的开示 就是在从冬至到大年初三 这段时间呢 可以念自修经文的往生座 272遍的那个 这个是适合所有的人呢 还是说一般的人 嗯 所有人 还是某某种特征的人群 嗯 所有的人 大概是 所有的人是吧 多少遍啊 嗯 那个小 小版的自修经文 272遍的 小版自修经文啊 自修经文 往生座 因为有的同学小房子念不出来嘛 哦 然后礼佛的话 也怕念多了 还激活 哦 往生座可以的 因为比如说 有些同修可能 呃 往世或者是包括奸生 杀业不是特别重的 那念多了往生座的话 会不会呃 又惹来一些散灵呢 哦 不会 嗯 不会 嗯 嗯 往生座 那就是念就好了 往生座不但是超度其他人 也超度自己的呀 往生啊 听不懂了 哦 明白了 我们人不也叫往生啊 还不懂啊 嗯 哦 懂了 懂了 对 知道了 喂 师傅 啊 你好 你好 师傅 师傅 你骂我吧 我做错了好多事情最近 嗯 嘴巴知道吗 嗯 嘴巴做错事情知道吗 嗯 知道了 嗯 去讲啊 再去讲好了 嗯 哎 我今日身体不好 我难过 我自己控制不住自己 我有时做一些事 我不想做不想做 来回斗争斗争 哎呀 还是去做错事 我自己都快疯掉了这两天 那你就是 小房子也都不进去 智慧不够 听得懂吗 嗯 而且最近 是什么时间知道吧 嗯 冬至呀 冬至 我今天早上 跟我爸爸画了七张 跟我姐姐画了五张 不够了 说上去了 不够了 怪不得他们来找你了 嗯 然后晚上睡不着 这样我就求菩萨 求师傅 就帮我 最后报给您的书 好像睡了一会儿 早上起来我就觉得 心热吧 难受 那个热志一上来 我就受不了 拉风的那种感觉像 那就是身上有灵性了呀 我以前不是这样 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做了呀 师傅做了不好的事 你看看 你看看为什么 因为他 因为他是在这个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面 会特别容易上升 而且他们都 都可以 可以跟你的冤情在主 可以直接上升的 因为放出来这段时间 他们就可以来为你要债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傅 我每天以前都读六张 到七张小房子 现在一天还读两张 我都读不动 读读我就心烦了 嗯 那你就 读不下去 读不下去就念点短一点的 准低神咒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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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都都下去了 因为我吃素也快一年了嘛 嗯 别的都正常 就是这一项有点低 就是我是不舒服嘛 心脏有时缺血 头就发晕嘛 全部症症都得绞在一起了 这几天我都快崩溃了 跟你说有灵性了 好啦 好好念心 嗯 好的 小房子不够 那我自己还要给我自己念 还是给我过世的父亲他们念 你先给自己念吧 念到头不痛再帮他们念 好的 从年法会结束后 我每天都吃去腾片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就缓不起来了 我就跟你讲 很简单 有时候灵性在你身上 看你懈怠 看你不给他念小房子 他当然搞你啊 你为什么欠人家钱不还呢 人家不要盯着你天天要钱呢 这还不懂啊 嗯好的师傅我知道 好啊 好啊